等着啊 等着 等着又给你吃 等着啊 乖啊 听话啊 不许老叫 老叫不用好孩子 小孩的女儿过来就要上 上 上 我这个要说救助啊 得有二十多年了 还上班呢那会儿 小区经常伤害流浪猫 流浪猫 它不是影响人家睡觉吗 老浪猫嘛 所以就从那开始 我就为流浪猫 然后给它们做节育 有受伤的什么 就给它们上院看 打鱼羊 流浪狗的漏猫 我又同时都救了 刚开始啊 还可以领养 后来呢 就救的比较多了 不是寄养的 什么宠物院的宠物店 这也太高 最后我自己 就见了个小医 有自己救的 也有朋友救的 是我的的 那个受伤的 还有病的 好些都是遗弃的 主人不会上狗证 然后给修了 我们家一共 养过五只小动物 然后现在 在家里共有四只 它的情绪 就像小孩儿一样的表现 它不是狗 它是被人在一个大雨天 然后在小区的车底下 然后给救助了之后 然后送到领养的小院 宠物学校去领养小院 借了几只叫巨狗的时候 然后把它借去 就是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太强 智商太高 它们觉得如果再放回去很可惜 发了这么一条 刚好我看见了 啪啪 刚才哥哥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是我的四个孩子 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儿 就是和自己的小孩儿是一样的感觉 哇 他们两个好朋友 他们两个好朋友 那你跟谁是好朋友 我把一年十一月的时候 开车在街上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车都在刹车 然后就看到一个脏兮兮的 已经像拖把一样 脚步步从前面跑过去 我车开到时候 要前面停下来 就叫了他一下 之后他就缘分吧 就过来了 就贴着我腿靠着 就这么坐着 就把他抱到车后座上 一上车后座就睡到 身上全部都是狮子 两只眼睛的白内障非常严重 我想那流浪那会儿 应该也吃了不少苦 什么地方也看不到 估计东西也捡不到吃 但看他那么年 我就回来想自己养吧 就一只臭孩子 就这么跟我养下来了 已经有六年了吧 14年的时候 我在朋友圈看见有人 发一大车狗 然后说这些狗都是被屠宰的 然后准备开往东北 然后希望有好心的人来支援 过去以后 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撼 因为有几百条狗 然后从车上已经卸下来了 然后放在笼子里边 等到走的时候 几百条狗 有个二三十条 没有人认领的 这个狗如果没有人认领 就被安乐的献查 然后我就领养回来一条夺木 给他取名叫苹果 狗贩子它一车狗 可能成本要十多万 然后它卖到东北 能卖到二三十万 截下来的可能有二十四左右吧 但是算上没截下来的 可能就上百次了 这个狗车不是像我们想的似的 就是特别偶然的 有一个是原来有每天 都有好多好多狗车 都在高速上跑 我遇见过最恶劣的吧 半夜把这个动物放到我们 动物院门口 然后那天还是下雪的小动物 就这么大两个月 因为它老生病 也是不太想养了 然后就给我们一个助理了 我们助理养它 皮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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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要它 之前肺炎好长时间 因为肺炎导致这个 集体的抵抗力下降了 现在又激发了 又有皮肤病了 有的可能也是 它们也是买的 就所谓的这种星期狗 卫生情况 包括饲养密度都比较大 更容易得这个传染病 真是一旦发病的话 治疗费我们 比如说我们跟主人沟通的话 治疗下来 如果说咱们能好 能坚持住 我们需要花到上万 我也正好也没养太多长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爱 考虑到经济的这个原因 治愈率的原因就会起了 购买是让更多的猫 或者是狗 面临了更少的被爱的机会 用动物的长相 来决定它们的生命的价值 其实是非常可笑 也是比较可别的现状 很多人在选择动物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在心态上 准备好接受它的所有 它可爱的时候这样 但是巴董在医院里病的时候 可能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医院 一个是费用上的 还有一个是经历上的 你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 负这个责任 与其说我们救助了一条狗狗 不如说因为跟它们的这个缘分 又有机会帮助我们自己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适应生活 包括去对待其他的生命 这个观点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我现在就想维持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希望我在自己早以前 把它们都能送走 我希望我能多活几年 动物也能多小几年福 小蛋 过来 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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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小蛋 我死以后呢 把我这个眼角膜捐献出去 然后捐献给那些爱动物的人 让他们替我去看着这些动物 这就不会再感到慌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